末法时期正是指我们这个时代 五五百年之后 这个时代斗争坚固啊 国家与国家斗争 这个社会团体与团体斗争 过人与过人斗争 夫妻两个还吵架了 都还免不了斗争啊 所以今天斗争有什么稀奇啊 如果没有斗争 那佛讲的话那不就讲错了吗 我们看到社会到处看斗争的现象 佛了不起啊 他看得这么清楚啊 这么明白 又告诉我们 现在这个社会 斗争说法如狠狠杀了 这些斗争是什么人呢 母子母子 专门来破坏正法的人数之多 都佛用狠火沙来庇喻 也就是说 这一类的这个斗争说法 充斥在这个社会里面 在这个时代我们接触到正法 真是像经上所讲的 无量皆来善根佛的应援的成熟 你才能遇到正法 你才能遇到正法 遇到正法 能够进行不退的 这一生当中 这一生当中决定持久 但是 遇到正法的人 我们看到退心的太多了 为什么他会退心呢 善根佛德 因缘不具足 这三个条件 有一个条件不具足 他就退心了 如果三个条件都不具足 那哪有不退转的道理 决定会退转的 所以我们自己 要想在道业上 保持着不退转 你就要特别提高进去 如果我们的善根佛德差一点 还不要紧 如果允淫书身就行 我们看到善道大使 在《观无量寿经》注节里面 他这个注节也叫做四帖书 流通得很广 四帖书上评上圣章 讲得太好了 他告诉我们 我们念佛人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仕途三倍九品 都在语言不同 这句话 我们绝不能轻易把它看过啊 语言重要啊 他在与语言不同啊 如果我们的语言殊胜 我们善根佛德不一点的人 都可以能达到 上上上平往生 他的讲法跟他以前人的讲法不一样 以前一般的大德都认为 上上平往生大概都是菩萨 上上平 中平往生的应该都是阿罗汉匹之佛 凡复往生只有下平 古德是这个说法 山岛不是这个讲法 山岛说是 与这个大小圣 大圣就是菩萨 小圣就是身为原觉 与大小圣不相干 都在语言不同 这句话说说 我们凡复都可以上上平往生啊 什么叫做语 每一天读经不中断 每一天念佛不中断 每一天念佛不中断 在民国村里 我们中国还有一个念佛的道场 苏州林云山 印族的道场 这个道场常念佛期 天天打佛期 一年三百六十天没有中断 这叫语言 你看一个人走进念佛堂念佛了 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打佛期不中断 心里想着佛 口里念着佛 他怎么不成佛啊 不当然成佛 语言殊胜 假如他念了两年两三年佛 再离开念佛堂 到别的地方就一打转退心了 那听听这个人这个说法 那个人那个说法 他就改变主意了 你看 岂不是语言不同啊 念佛如实啊 灿灿学教也没有例外的啊 随法师研教 最殊胜的语言 我也是想了好多年啊 这大妄想啊 到现在也没能成事实 那我想真的有志同道合 我们向全世界宣扬大臣佛法 应当应当组成一个洪法团 那奖金的法师都参加这个组织 平常每一天 平常每一天 研究讨论啊 在家里研究讨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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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天天奖金 一年三百六十天 武社会就奖寺了 专门奖金的 天台牵手就奖寺了 一年三百六十天 天天不中断 一不仅其而不识 一遍一遍反复地去讲解 不断地去深入 那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从结盆里面得定开会 他就成功了 像古时候清凉大死 在武台山那是专讲《华严经》的 他老人家一生讲了五十遍吧 我们后人看到这个传记 卸目得不得了啊 你想想看 如果要是一个想学华严的 到清凉座下去听《华严经》 听五十遍 他怎么会不成就 决定成就了 《华严经》那么大的分量 一天讲八个小时 一天讲八个小时 是世尊当年在世所说的 二十将近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二十将近 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的 二十是古时候的印度二十 印度一昼夜是六十 昼三十 夜三十 白天初日分 中日分 后日分 晚上初夜分 中夜分 后夜分 一天是六十 那么两十 他的一十 就是我们现在的四下十 他的二十 就是我们现在的四下十